今晚前面的挑戰很多 但我們會繼續努力 帶領臺灣尊嚴驕傲的走向世界 做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前一陣子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 鄭文燦市長 林佑昌市長 還有柯文哲市長陸續訪問美國 也都得到相當的領域 拼外交不分年齡也沒有分顏色 這是我們三年來努力的方向 讓臺灣人可以有尊嚴的被世界看見 像出訪的成果 我們透過Facebook、Line跟YouTube 還有媒體的報導 已經完整地呈現給大家 就連同有同仁被 在被最前線辛苦的技術團 團長求婚成功這件事情 那也都有很多的報導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麼儘管在出訪期間 已經反對 但是從來沒有阻止我們 從來沒有讓我們停下 我們平外交的工作 對上過境夏威夷 有一件事情讓我感觸很深 我在Waikiki海灘 遇到了一群來自臺灣 到夏威夷參加機器人大賽的高中生 一群非常佛佛的高中生 他們拿著國氣在海灘上大聲的喊 讓總統好 引起在旁邊渡假游泳的觀光客的注意 這樣的場景 是以前總統過境的時候 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 那它背後代表的意義 不僅是總統過境待遇的改善 更代表是因為我們的努力 臺灣的年輕人可以更有自信地被世界看到 這一趟的訪問叫做民主海洋之旅 那我認為這個名稱別具意義 在太平洋上 跟我們擁有相同理念的朋友 總是在各種的國際的場合 為臺灣仗義之言 給臺灣最大的支持 那麼中華民國臺灣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 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有責任 也有義務 跟我們和理念相互性的夥伴 共同為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 穩定跟繁榮做出貢獻 那麼臺灣是印太地區的貢獻者 這些努力全世界都有看見 從印度到太平洋 都能夠看見臺灣的角色 我們正用行動告訴世界 臺灣不只是臺灣海峽旁邊的臺灣 更是太平洋上面的臺灣 前往前面的挑戰很多 但我們會繼續努力 帶領臺灣尊嚴驕傲地走向世界 做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謝謝 謝謝大家